走啊 走 风太大了 大家好我是大飞 我是小广 今天我们在住了这家托市这里 然后我买了一点零食 就在路上备用的嘛 然后今天在这边水什么都已经备完了 然后我们去镇银上看看菜店买点菜 就准备出发 买土豆要切丝 不方便 切块也行 走啊 今天我们在赛图拉镇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蔬菜水果 我们看里面有什么补给 今天在这里备齐 可能要备好几天了 呦 今天买了一点猪肉 这是三多块钱的 这边猪肉是35亿公斤 然后买了一点土豆 一颗包菜 就这些 东西我们都已经买好了 基本上什么都不缺了 今天到黑卡打板从这个位置出发 一共是54公里 我们现在的海拔是3000多一点 然后要翻到差不多在4900左右 上升的话差不多有1000多米 全程上坡 听起来我说路况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烂嘛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今天能翻过去打板就翻 翻不过去的话 我们就在打板那边 好像是应该会有录音地 然后咱们现在就准备出发 离开赛图拉 美丽的赛图拉 再见 出发了 刚才我们都已经到检查站了 然后我这边都已经过完那些检查了 小广的这个身份证丢了 现在只剩下边防证 找了好久没找到 旅店里面我们也去了 我们在洪流滩出来的时候 他也是拿身份证过的安检 所以说是从这一路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那个铁棚那里我们基本上也没有怎么 主要是没有用到过身份证 可能是他路上脱衣服 要不然就是掉路上了 这边旅店里面也没有 然后我们现在翻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车子 看看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找出来 能找到吗 找不到的话只能在 在图拉这边 然后补办 然后发到夜城那边去 只能这样了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吧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你把所有东西全部卡出来 一样样的翻 看看有没有 翻了一片狼街 基本上全翻了 没找到 看样子他是隔屁了 这家伙手套也不见了一只 还一只了 我真服了 你还能干啥 你说 别走了回家打螺丝去吧 嗯 现在是两点五十七 四点半 派出所那边上班 今天我们在那边派出所说 可以在这边补 然后补了以后发到夜城吧 要不然就只能去夜城补 能过 但是真的是没找到 也没办法了 我们现在先找个地方 先去休息去吧 你就没把你丢了 生命中丢了 你怎么不丢呢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 先休息休息 还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 然后派出所那边上班 这边是四点半 走吧 现在我们也没有地方去 然后在这个派乐堡这边 然后点点吃的 这边等吧 还要等一个多小时 进去看有什么吃的 看吃什么东西 看点 你随便点吧 你想吃什么就点 点点喝的 点点吃的 点了两份套餐 然后现在是三点十九分 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休息休息 正好这边有网 然后等一会去补身份证 幸亏这边可以补身份证 不用回他的云南老家那边去补 要不然他真要回去跑一趟了 好几千公里来 现在在国内的话 还是挺方便的 当地派出所可以补 只不过看发到哪里了 是不是 不是 是 高兴 高兴 为什么没把你丢了呢 下次生命能不要丢 把你丢了 我们也吃完东西了 现在是四点十三 我们现在去派出所那边看一下 应该四点半上边了 走吧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塞图拉了 小广的生命人在这边没法补 要到夜城以后才能补 然后这边的民警 帮忙开了一个官司证明 我们拿着这个官司证明 就能走接下来的路 在这里也谢谢民警的帮助 现在我们继续出发 黑卡打板 可能还有个几十公里吧 现在已经下午了 主要是 风沙比较大 我们不知道能走到哪里 先走走看看吧 加油出发了 哇 走 哎呀 这风太大了 这里就是著名的塞图拉上所遗址 但这一块那个老的房子好像是没有了 那边有个铁皮房 那铁皮房正在好像拆卸 今天晚上我们再走的话 不一定能找到露营地了 然后我们打算过去看一下 能露营吗 不能露营我们再往前走 现在已经是7点02了 先过去看一下吧 这个山谷里风太大了 我们现在离夜城还有354公里 我们冲了在座拉镇 差不多有10公里左右 今天看要不然就在这露营了 再骑回去也不至于了 本身10点钟天黑 想往前走一点的 今天看要是走不了了 只能在前面 我们去看铁皮房能不能结束露营了 哎 你好 我这边是装扮房的 我们今天晚上想在这边结束一下行吗 旅游的吧 是啊我们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 可是可以 你这个还不是冷 那没关系 那没事我们可以搭帐篷 可以 可以的 行谢谢了 行那咱们把车推过来吧 可以 行 走 现在是下雨了 我们赶紧把车子推过去 先过去看一下吧 主要是今天网上看样子 是这里给你拎着了 拎着也没办法了 又不想往回走 赶紧推车走吧 快 要不然下蛋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车子推过来了 我们先把车放这边 他们这个工地还正在施工搭建这个板房 等他们下边以后 然后我们进去搭一下帐篷 现在这边差不多快8点钟了 他们8点多钟应该快下边了 10点钟天黑 看这个天 今天晚上百分之百要下雨呀 他们这个工地这边的用水全部都是这个水池 这个水池是全出来的 直接能喝 嗯 我们也可以打一点洗菜 也可以去河边那边洗 这个水喝还是可以的 直接烧了就能行 现在快下雨了 好像少少一直在那个上面 好像是在那个上面 我看好像都建了围维框干什么的 可能是以后要开发成旅游区 刚才问了一下工地的这些大叔 然后他们说上面就是那个烧索遗址 我们上去看一下 好不容易来一趟 是不是 以后也不后悔 走吧 塞图拉烧索遗址 看这个样子 遗址现在已经保护起来了 全部都在进行搭建 我估计又要收费了 上来了 喘搭器 看看这个位置 绝佳的搜索位置 能看到四周 三沙路 那边 那边 还有这边 位置确实好 这边停车场都建起来了 大家应该明白 啥意思拉 我都不用多说 那实背还没有力气了 他们去里面看看环境 先带大家先堵为快 哇 保护起来其实挺好的 这种古遗迹 主要是现在手机没有信号 看见没有 我们和小广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三卡都没有 本身想给大家科普一下这边的故事的 但是赛图拉的故事还是挺感人的 所以说 微信号查不了资料 所以说就没法查了 大家看看 值班室 值班室的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的 顶都已经塌陷了 这边还有呢 看见没有 每个房间都有它的名字 还有牌子 就是说什么功能 有什么用 很有骨感 我很喜欢这种比较老式的一些建筑 什么的 看这个小房子 还真小 这应该是住的地方吧 这几个都是让通了的 都是用这种大型的薄暖石弃生的 然后加上这个泥浆 真有骨感 那时候是确实不容易 集体宿舍 应该就是这一块了 这几个房间应该都是集体宿舍 吹市间 做饭的地方 火房啊 还是挺大的 那墙体啊 什么都塌陷了 现在已经 能保护的只有这些了 其实要是想完全再修 修复起来 感觉好像没有必要 这样的话 还是比较有骨感的 这什么房间 这边是套间 民国时期军官居住的地方和生活场所 一个小卧室 这个赛苏拉烧所 我只记得一点 就是当时解放以后 国军在这边驻扎这个厕所 然后解放了以后 来接管厕所的时候 国军一看 怎么换军装了 还很惊讶 其实他们不知道国内已经解放了 这边主要是很偏很偏的 一个边境要塞的一个小厕所 里面好像是有一部分人 具体多少 我具体多少信息我也忘了 因为现在我查不了信息 我只知道脑海里 我想到的这一点 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里固守边疆 这边是马厩 看一下里面 还是挺大的 还有那种城墙式的那种小牙子 应该以前的时候都可以直接上去 看这个城楼 梯子什么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看看这个应该是大门 还有一座烽火台 现在下雨 反正下雨 下大了 都在湿了 刚才淋雨全湿了 洗了一遍衣服 正好免费的 现在我们回去收一收个东西 做点晚饭吧 现在已经差不多8点多了 快9点了吧 看见那个河道里了吗 还在下 稍稍的有一点雨水 估计今天晚上还要下 下就下吧 我们也没有地方露营 今天就在这个老厨所 直接搭这里的隔量都一样 这边 对 都一样 你可以搭这边防风 里面已经 他们工人已经下班了 然后我们可以来里面搭一下 这两边 车子好听 这是露天天窗开得很好 现在我们的帐篷都已经搭起来了 灯架先扔外面 然后我们先去河边把菜洗一下 我是摄影师 这是新大 这是新东方的厨师 今天晚上还要他做饭 走吧大厨 新东方门口转了一圈的厨师 我们来到了这个河边 然后我们把这个猪肉 还有剥菜都在这边处理一下 然后弄好以后我们就回去直接做饭 这天现在好像起风了又 看后面马上要下雨了 赶紧处理一下回去做饭 我们捡了一点这个碎木属把它劈一下 不知道能少走 看见没有外面一块下雨了 下雨 这是刚才洗手的 你看上面 反正就是天上现在又快飘了 赶紧先做饭 现在已经9点半了 先把大米饭今天晚上蒸一下 饿坏了 小半锅米饭应该差不多够了 我们先把猪肉先切一下 然后剥菜切一下 等下炒一下 哎呀不行 这个糟 太太太 掉了一块你看 这个米饭已经蒸好了 现在把它拿下来 然后让它自己蒸一会儿就行了 然后让它自己蒸一会儿就行了 再切成继续 取得多大给盐 烤 放点十三香 人太丢了 酱油的来点 香 还是有汤啊 没办法包菜炒起来就这样 今天晚上炒了这种微锅包菜的猪肉 这里还有一锅米饭 一锅米饭 哇太棒了 这锅米饭蒸的怎么样 我感觉还可以 行包菜吃米饭开饭 真香 身上还有半个米 这锅米饭 这个波菜 炒的有水平 凉了有点 从水里上面 暖 凉上太快了 主要是太乱了 这锅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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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点多了 10点 10点半天黑暗的 你看这锅米饭 快11点了 这锅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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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 说起说起 直接睡觉 明天 70公里 翻不过去 手机一样没信号 嗯 整个吃饭 还要不要信号 嗯 整个吃饭 还要不要信号 实在太冷了 对了 今天晚上刚下完雨时 海拔高 现在主要是没有信号 现在已经11点半了 嗯 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明天的路程是70公里 翻越 黑卡达板 然后他能找到信号 这边的话没信号也没办法 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什么也不用弄了 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